我们现在在UniLodge Morban Central 然后工作人员带我们上 我可能进电梯的话信号就会比较差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去问我们 嗯他们家的信号有点差 sorry 刚刚我信号又好像 走 耶 开始了 OK Thank you 团堆然后来到了UniLodge去看电影 然后跟刚刚我们看的那家 就是CBD差不多 然后这边有一个带的屏幕 然后也是可以连的 咱们的电脑 然后这也是有控制屏 然后也可以去看一些电视啊 或者是连你们自己的 这个放音乐的设备 然后大家这回声音是能听见的吗 然后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儿去看电影 很好很好 哦 You can speak Chinese Mandarin 一点点 然后这个也是相当于 City View 然后这边都是高楼大厦 然后景色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 然后这个是储物的地方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卧室 然后这边有 哦 OK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小桌子 然后这种户型的话整栋楼只有两间 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这种户型的 可以尽快的预定 然后找 一箱好具的老师咨询 然后这个床也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整扇的大的陆地窗 然后望出去的话也就是也是City View 然后这个衣柜 然后也比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 房间会大很多 我觉得相当于是之前房间的两倍大 然后这边是学习区域 然后和一个小的厨房 然后冰箱也比较大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家里面冰箱 稍微小一点 但是跟普通那种Studio的那种一半的那种冰箱 还是已经大了很多 然后这边也是微波炉 然后有两个炉灶 然后上面的话也是有吸油烟剂的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这个油烟的问题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台球桌 然后小伙伴们 课余的时间是可以在这里边休闲娱乐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公共厨房的区域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聚餐的话 可以在这边跟小伙伴们一起聚餐 那有四个大伙伴可以用 哦 OK 然后这个阳台的这边区域的话 是有这个BBQ的 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天气好得快 然后可以约上几个小伙伴 然后一起在这儿做BBQ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洗碗机 然后有八个灶头 然后有烤箱 大家可以买一些素食 然后过来这边租 和小伙伴一起分享 然后这边有两个很大的冰箱 然后有然后很干净 你看这里面都是清洁的非常干净 然后那边的话就相当于也是一个 类似于会客区吧休闲区 然后一些桌子啊椅子啊沙发啊 然后大家比如说想在这儿学习 或者是想在这儿跟朋友聊一聊 都可以选择这边的区域 这个Belcony这两个厅度也很久 OK Is that any time limited for using the balcony area? No, balcony area up until 10pm 10pm OK 就是这个同学的话阳台是有时间限制的 然后可以用到10点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这儿去买一些零食啊 然后水啊 这种自动贩美机711的 好的好的 就是这个区域的话是24小时开放的 然后只是里面那个区域的话是到10点 好吧 下同学 哎呀又要坐电梯了 我们去几楼 11楼 11楼 就下一层 好那我们走下去吧 能走吗 我看 那里面的小学习 对 公寓里有自习 学习的地方吗 有呀现在就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学习师 这study area 然后这边的这个景色也超好 就是如果 就今天过去本 现在是因为时间给晚了 快6点了 然后有点一天 然后如果是晴天的话 你看你坐着学习 然后你从这儿望出去穿爱的景色 非常的心旷神移 学习都有劲 ok standard studio standard studio 然后这边的话 1119房间 然后是咱们的standard studio 然后给大家扫一圈 进门的话 右手边是一个小冰箱 然后是这个小厨房 然后两个灶头 一个水池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微波炉 然后上面和下面 都是有储物空间的 然后这个是桌子 这个桌子还挺大的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 它也是落地窗 然后这边的景色还是蛮不错的 刚刚我同事问了 说是所有的studio 然后公寓人员说都是落地窗 然后同时的话 这个窗子也是可以就是打开的 然后有的公寓是窗子不能打开的 然后这个公寓的话是可以的 然后上面的话也有这个空调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也是干湿分离的 然后这边是洗脸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衣柜 然后衣柜后面的话又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可以储物 所以聚会很长 然后第二个是studio long 所以择一些然后长一些 可是片方也是一样的 卫生间有晾衣绳了 我去给你看看 卫生间有晾衣绳了 我没有看到 但是有这个 就是可以挂毛巾的地方 如果你想晾衣服的话 可以挂针 然后从这个卫生间 出来的这个位置 你看有两个这个钮凸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挂这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 就是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你喜欢衣服的话 就直接烘了 可能就不太那么的需要 去晾衣服 然后小件的话 比如说咱们的内衣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 就是挂在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区域 1118 然后这个是我们又来到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会稍微的搭来一些 然后也是冰箱 然后是桌 然后那个厨是放的 床 然后床头上有一些储物的 然后也是有 空调 床的话是听single 然后这边的话有小的 这边有一个餐桌 这个是一厨不客气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就随便的问我 然后卫生间的话都是一样的 就是方向有点不同 给大家大概扫一下 OK 然后刚刚有了工作的人说 这一个公寓的话 咱们中国同学预定还是比较多的 大概60%的同学 就是都是中国同学 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说 住在你隔壁的 然后外国的同学不要吵呀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如果想要跟中国的小伙伴 一起居住的话 这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距离学校的话 如果你是RMIT的话 这一个公寓离你的学校会非常近 大概只要步行 7分钟左右就到了 然后目前的话通过一项好区预定 然后也是有优惠打咨询 然后介绍此方形 然后就会由我们专闻的过问老师 去给大家提供咨询 然后这个公寓整个的这个设计风格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工业风 然后有一些设计在的 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那边走在是 common area 哦 这个是 职业飞走进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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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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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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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造眼 然后上面的话也是 有抽油烟机的 哦这个 这个很有趣 这个是一小柜子 然后你看1234 然后柜子的话还是可以 你设置密码 然后这样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丢了 好像之前就是 出过留学的同学 然后又反映说 放在冰箱里或柜子里自己的食物 然后也不知道是人吃错了 还是故意拿错了 如果是柜子可以上锁的话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 OK Thank you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60分间的房间 长什么样子 这两个 这是share room 这是share room 然后我们走进来 床 然后落地窗 然后植物架 空调 属桌椅子 然后这边右手边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衣柜 然后衣柜旁边的话是一个置物架 然后储物的空间也还可以 然后洗手间的话一样的 给大家扫一下吧 就都是干湿分离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六间房里的最后一间房 因为它是在这个counter的角落里面 所以它的布局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这间跟刚刚那间的价格是一样的 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只是布局不是特别一样 然后这边是书桌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有两扇窗子 然后这是一扇 然后转过来 然后这边又是一扇 然后上面是储物的 然后空调 然后这边是床 一江 哈喽哈喽 对方便 就是购物超级超级方便 我们刚刚是从 Unilage的另一栋 City那栋楼走过来的 然后这一路上的话 就是各种超市 然后各种就是饭店 还有一些中国的饭店 韩国的日本的泰国的都有 然后这边的话 交通也很方便 有很多线路 比如说轻轨啊地铁啊 火车站啊都离得非常近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非常非常的好 哈喽基于爱大山 对我们那个tobab的户型 已经都看过了 然后可以等这边的 那个直播结束之后 大家去看一下回放 好吧 那个tobab的户型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也是比较经济实惠一些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稍等 然后同学想问一下 一层有几个corner的房间 四个到六个 四个到六个 然后房间 大部分是自动安排的 自动安排的 然后房间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是吧 大小都是一样 是14到16个平方的 好的 好的 有点长一些 有点宽一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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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走 嗯 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坐电梯了 一会儿这个信号可能又会稍微比较差一些了 然后大家就耐心等待一下吧 然后出了电梯这个信号就会稍微好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公共区域 然后这边的灯就是你走到了 然后它就会直接亮 然后在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公共的学习区域 这边是music room 就是隔音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music room 然后可以在这儿弹琴 还是亚马哈的 可以给大家演奏一首小星星 电梯的话应该是三个 我们一会儿等绕回去的时候 然后给你确认一下 然后这边都是 学习区 可以从这儿站起来 这儿 这儿 这儿是private 所以不用book 直接就可以进去 好的 然后这个学习室的话 是不需要预约的 然后直接可以进 这一圈都是 然后你可以就选择住在 就是坐在这种有门的 然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然后可以选择 就是坐在这种比较开放的一个学习区 然后这边望出去的话 就也是一些花园景啊 然后这边应该是个教堂 然后这儿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会客区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 那个汪志乐 然后这个区域也是洗衣服的 然后风干机和洗衣机 然后洗衣服的话是4.5道 然后烘干机的话是4道 然后这边这个洗衣机的数量什么的 都还是蛮多的 同学问自己的房间 可以有那个插那个网线吗 插网线 都是wireless 有那个口吗 还是说 有口 可是口 它自己带 明白 OK好 就是有那个口的 然后同学要自己去带那个线 然后都是可以连接的 然后电梯的话是三个电梯 三个电梯 然后咱们这边的话是一共三个电梯 然后每一层电梯出来都会有这种标志 然后告诉你每一个方向 然后是都是什么样的功能区域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然后大家还有一些 有其他的問題嗎? 然後都可以去問我們 然後又要這邊踢了 這棟樓 然後目前呢我們所在的位置 是Library 和一個Multifunction Room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Party的話 然後可以預約這裡 然後做飯 然後也是有這個修煙機啊 然後微波爐啊 烤箱啊 然後這邊是四個灶頭 然後這邊好像就是放一些飲料的小冰箱 然後儲物的 然後這裡是微波爐 然後還有一個大的電視 然後比如說你們可以放一些 比較嗨的音樂 然後在這開Party OK 嗯 說了 好的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要回到那個前台的區域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前台 你們一進入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公寓長什麼樣 好那這邊就是咱們的前台區 如果是室友太吵了 可以更換房間嗎 可以換房間 可以 可以temporary給你一個屋 然後我們會給那個屋子一個gowning 嗯 OK 然後等它OK了之後 然後學生再搬回來 對 那如果它還不行的話 我們會給它一個bridge 然後三個bridge的話 就趕出去 那還挺嚴格的 好的 那這個公寓的管理其實還是挺嚴格的 然後如果你有一些比較不太好的室友 然後想換房間的話 公寓也是都支持的 好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結束了 然後通過一項好去預定的話 我們這邊是有很高的優惠 可以跟我們的學生說一下拜拜嗎 好再見 好謝謝謝謝 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結束了 拜拜同學們 哦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